嘉欣可以吗 因为我们现在现场就是我们开始准备 我们今天的期末发表 我们现场有佐证国小的黄文主任 然后建筑区盛分老师 当然还有我们小朋友在最前面这边 然后还有我们二弟协作的几个助理在后面那边 好那我稍微开场一下 那这个计划就是我们很高兴 就是从上学期开始 就是这个学年 先从秀词老师那边有一个数位创生 然后跟佐证国小的一个合作 然后上学期的期末发表是在佐证老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有这个小朋友 就是现在前面这一群小朋友 还有佐证的地方人士 在那边办了一个很有趣的发表 那我们就接续这个主题 就是数位创生呢 怎么样落地在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谓数位科技 很多想的都是怎么样让人更便利 更有效率 可是好像失去某种地缘的脉络 那所以说这个课程呢 就是一方面把科技带到教育里面落地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从地方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养分 可以一起来构成这个我们现在对于使用科技的想法 那就接续着秀斯老师上学期的成果呢 我们就继续接着这学期想说带着小朋友来试做一下 我们Gatertown的像素二地 这是一个元宇宙 元宇宙呢 这个大家现在可能听到FBR或什么等等 可是实际上元宇宙的概念就是说 我有一个虚拟的空间 那这个虚拟的空间呢 随时你都可以进去 随时你都可以出来 它一直永远存在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到这个元宇宙里面去的时候呢 你有可能会遇到其他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有可能在这个元宇宙里面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想象说 如果我可以把这个上个学期这些 在佐证小朋友们收集的故事 你们画了很多图啊什么等等的 把它搬到元宇宙上面去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以后 大家如果要办什么活动啊 我们就可以到佐证的元宇宙上面去举办 或是也可以上去参观 即便我人还没有到佐证 我也可以先在线上看看 佐证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故事 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这学期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主咒 那我们这次的参与的成员 很多我们的黄文主任带领五个小朋友 六个五个 一二三四五五个 然后还有我们成大的这个助教群 我们就在这学期呢 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 那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 第一个是我们先带小朋友们呢 去了解到底元宇宙是什么样子 然后让小朋友们可以有点感觉 然后呢 因为这是一个数位科技的课程 那所以我们就接着教小朋友如何使用手上的这一些 数位绘图的工具 然后能够创作一个元宇宙 然后呢 最后就是来综合实践一下 把大家在佐证看到的故事啊 把它做成一个在元宇宙里面可以让人体验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以上大概是我们这学期的一个 这个课程的设计 那因为我们现在线上 我们有一些 我们佐证国小的校长 还有这个 课长也在 我们的Gateathon上面 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 校长这边 好 那我们帮我们准备即将开场 然后可以 帮我们做个简单的致辞 或怎么样这样 OK 谢谢教授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 所有在现场 跟所有在现场的 非常感谢我们 我们的工作 之中特地来到本校的 一个教室来 参与非常线上的盛会 那我在此呢 我代表我们的活小 我们真的很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 从我们现在来 因为起简老师 跟我们那个 之前协助我们的 我们张秀齿张老师 还有我知道 我们今天有在现场的 那个我们的老师们 因为你们一直很关注 我们二地这边的发展 所以因为有你们 我们的孩子 才会有这么好的学习 那这一次的Gateathon 其实我们呢 黄文老师 他有带我们进去看过 我们觉得小朋友的创意 真的是很棒 我们二地就是需要 有这样的孩子 来未来 一直在为我们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要努力 让二地才有翻转的机会 对 所以呢 我呢 请代表学校 谢谢我们陈大叔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助教团队 还有谢谢我们自己 佐证国小校内的团队成员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 大家一起为佐证努力 那是希望说 我们佐证这个创生的课程 我们可以一直延续 未来有机会 我们也想 与我们的虚公所继续合作 这样子呢 让我们整个学校 跟大学端合作的效益 可以发挥到最大 那以后呢 我们的孩子在佐证 他也可以当一个科技人 他就可以把他的想法秀出来 让我们的佐证 有科技的神机 那再次真的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校长 好 那另外我们还有 区公所的算什么课的课长 课长 OK 课长好 荣建克庄课长 荣建克庄课长 各位先生和伙伴大家好 很感谢杨校长跟我们国小的实生 所以他就很用心 很用心很敬意的在推上我们的下午 也感谢我们国立成峰大学的简伟琴 简教授 带领我们国正国小的学生 然后制作用这个虚拟人物制作了一个 Header Time这个城市 然后用虚拟人物带领我们大家来 来认识我们佐证老街 让我们全世界可以看到 佐证的美 认识我们佐证 再次感谢我们以前教授 以及我们佐证国小的实生 谢谢 我们刚刚感谢课长跟校长 我们主任是不是在现场 也可以跟大家say hello一下 这样子 先看得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好我是佐证国小的黄文老师 首先很感谢成大简伟琴教授团队 带领我们做这个佐证元宇宙的课程 那再透过这个课程 让小朋友真真实实的把佐证的老街建置在元宇宙 我觉得这个相当的棒 就是以后我们的佐证的观光 就可以靠着这个元宇宙 就算他们没有来到佐证 也可以来我们元宇宙的佐证老街一起玩 感谢成大给我们这个机会 真是太棒了 谢谢 谢谢主任 谢谢主任 好了 那我们我想我们可能就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 翻发感谢状 感谢建伟琪教授的团队 这样 那我们请我们教导主任 陈荣欣主任来 翻发感谢状 在前面就好 谢谢 拍就好了 好 谢谢 我们还有其他 好 接下来是李佩怡小姐 这个是韦琪老师的 超柬内注 柬内注 谢谢 最后一位是 钟家蓁小姐 谢谢 好 好 感谢 那个嘉蓁 嘉蓁是我们的研究生 她现在也在 刚临国小 社区发展中心那边 跟长辈 这学期都有一些互动 然后准备在那边 做她的专题 这样子 OK 好 那我想我们就 接下来我们的重头戏了 好 那我们 这边 我看小朋友在那边 很害羞的样子 不要害羞啦 准备要换你们上场啦 还没还没 我来分享一下营幕 不用紧张 我等一下会外科风 好 好 我们等一下的发表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同学们这一次的整个创作的历程 第一个是他们会先做一个自己在元宇宙里的房间 对不对你们每个人都坐一个房间 有办公室 有图书馆 有豪宅 豪宅也还有鸡蛋 我知道 然后呢 有一个基本概念之后 他们就开始用数位媒体来画佐证 所以有去外面拍照 采集素材 然后有开始进行绘画 好 那每个人有自己的主题 然后主题开始做自己的佐证故事 那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五个同学的主题呢 分别有在我们按照大家发表的顺序来讲 我们大概会先从这个阿珍商店 这个是在佐证老街的一个起点的一个地方 的一个也是蛮有历史的一个杂货店 然后呢 牧虫光咖啡是原本 我们从史料上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佐证 原本在地的建筑 重新翻新 重新经营成咖啡店 透过这个山海屯社长他们的经营 来重新发展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点 牧虫光咖啡 然后我们会去到罗家古厕 罗家古厕呢 这个我们进去的时候有 有什么 有一些古老的大门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望族 他们留下来的一个祖产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会进到浙城公园 浙城公园是这个唐铁县 当时在佐证这边的一个车站的一个地点 那我们如果其实从Google Map上面看那个街景地图 拉到时间最早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浙城公园那边有那个站牌还在 就古早的那个站牌还在 然后可是后来 随着年久失修就消失了 那所以 也是一样就是应该是山海豚他们去重新翻新嘛 就把这个浙城公园重新做起来 然后最后一个点呢 我们会到佐证当地的一个饼店 好饼店里面就有看到以前这个 我们在这个台湾古早味大饼对不对 好会是长什么样子 OK好那我们就依照顺序 那小朋友呢你就从要站在前面吗 站在前面你要坐在这里 好就坐在这里 要坐过去呢 OK好那我们从 好好好来来来来有人来这个帮我们开场一下 让他们比较好 你要站前面还是站在这里 站前面好了站前面比较好那个 没关系啦 我们都练过了 我陪你我陪你 好了那OK了哈 我要开始了 好我们欢迎我们佐证国小学生成果发表会 No.1 Please 交给你了 Good morning AB1 My name is Chris 大家好我是车区医院 我在Gail Town里面坐的第一间教室是图书馆 里面有椅子 书柜 柜台 和建问站 我在Gail Town里面坐的第二个地方是阿珍商店 里面有卖玩具 饮料 糖果 饼干 和面包的 东西 这是我这是我第一个拍的地方 这是我在Google上找的冰棒 介绍我的物品 我画了阿珍商店的老板 还画了阿珍商店里面古老的电话亭 画了很多香甜好吃的冰棒 我画了很大的冰柜 这是我画的电话亭 这是我画的冰棒 这是我画的冰柜 介绍我的主题 老板会说要买什么 冰棒会说 我是阿珍商店里面的草莓冰棒 小孩会说我要买草莓冰棒 这个是阿珍商店里面 这是我画的老板和小孩 谢谢大家我讲完了 拉嚕嚕 谢谢Chris 好谢谢我们车坤彦 好 Next one No.2 No.2 Please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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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珍玉如了吗 好的 来 他这可以写在那个 可以可以 我帮你写好不好 就可以拿你的 好 Good morning everyone 我是 My man is Snoopy 我是 大家好我是 曾玉如 我在给了菜里面 有做两个档案 第一个是豪宅 豪宅里面 就是一对老夫妻 然后里面有十五只鸡 然后还 然后十五只鸡 然后共下 下了十五只 十五颗蛋 然后第二个是咖啡店 咖啡店以前是理髮店 然后还有那种古老的脚踏车 然后以前的脚踏车的台语叫做Tway 然后里面还有里面的内容 还有一些柜子啊 然后我还有做这个小小的那个东西 然后还有做咖啡馆 然后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咖啡店的外观这样 然后里面是咖啡店里面有那个老板和那个一个阿嬷 然后那个阿嬷是老板的妈妈 然后那个老板就是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就请别人吃蛋糕 然后以上就是我说的内容 谢谢大家 拉嚕嚕 谢谢Snowbee OK 好谢谢我们阿如 好他梦想的豪宅 希望可以成真 好来那 Next one 是 这是谁 好简易信 欢迎你 会跳哦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Cindy 大家好 我是简易信 这是我坐的房间 里面有欢迎光临人像 还有电脑 喷水池 书柜 吊灯 我的佐证主题是罗家古厕 里面有罗先生 罗小姐 庭院 保险箱 门 这是一个美丽的庭院 这是我拍的保险箱跟厕所 我画了老旧的门 古老的厕所 保险箱金光闪闪的 这是我画的门 这是我画的保险箱跟厕所 罗先生 罗先生会说 Hello Welcome to my old house 我们会说 欢迎来罗家古厕 保险箱会说 里面有保障 罗小姐会说 Welcome 这是罗家古厕 这是罗家古厕 这是罗家古厕里面 这个是罗先生 这个是罗小姐 谢谢大家 好 谢谢Cindy 好 谢谢我们简狱姓 好 接下来 Next one 这是哪一位 好来Tim Tim 你妈妈也在线上 要认真一点报告 好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Tim 我是林婷燕 这是我画的房间 我的房间是办公室 里面有电脑 还有书柜 办公室 外面有贩卖机 我的左镇主题 我画的是这层公园 里面有开火车的人 里面还有农夫在开牛车 有人在偷牛车上的甘蔗 这个车牌可以带我们知道要怎么走路 这是我拍的第一张图 这是第二张 我画了古老的雨量在甘蔗的火车 还有一只农夫的牛 也有一个看地图的站牌 这是我画的火车 这是我画的站牌 这是我画的牛 我的农夫会说我要去种田 售票人会说你要买票吗 火车司机会说不要偷牛车上的甘蔗 所以我画的这层公园里面 这是外面 这层公园外面 然后这是我画的售票人 谢谢大家 Lulu 好谢谢Tim Tim你今天的国语发音特别标准 有练过 好 来我们欢迎最后一位 我们的陈怡辰 来请上台 麦克风交给你啦 OK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Yvonne 大家好 我是陈怡辰 这是我做的教室 外面可以钓鱼 一面有钢琴 游戏机 吉他 家里有养一只黑猫 我还有做的饼店 饼店里面 有买饼的人 卖饼的人 做饼的人 观光客 里面还有好吃的饼 做饼的机器 柜子 还有桌子 我画了饼店里的糖果盒 糖果 棒秤 还有古早饼 古早饼的口味有 绿豆沙 白豆沙 红豆 地瓜 还有芋泥 糖果盒里有 口香糖 棒棒糖 这是我画的糖果盒 糖果盒 这是我画的棒秤还有饼 老板说 欢迎光临 你要买哪种口味的饼 饼说 我是古早蛋饼 快来买我 客人说 有豆沙口味的吗 老板说 有 里面什么口味都有 就是饼店里面的样子 这个是老板还有客人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Lulu 谢谢 好 来 我们 大家有看到这个同学们的创作 然后 可能大家现在很好奇 就是 就是投影片之外 到底那个东西实际上是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 这个 带大家 在Gator Town上面走一圈 然后就由我们的小朋友们来 导览 OK 好来 我们第一站 车坤彦 Pleas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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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 然后 邀请大家帮我一个忙 就是 我们现在在Gator Town上面 有一个饼干人 右边 如果右下角点那个人物的图案的话 会出现现在在线上的所有人 然后 所有人显示里面有个比较饼干人 请点一下饼干人 请点一下饼干人 然后 呃 我自己不能点击 对 然后点一下饼干人之后呢 下面会出现一个Follow 有没有一个Follow的一个选项 啊这样等一下 那个小朋友在走的时候 你们就会跟着小朋友一起走 好就可以自动 自动跟人这样子的概念 请大家试试看 我 我 我这个可能可以分享一幕 啊不行不能分享 好就是点那个饼干人导览 啊 饼干人 呃 在最右下角呢 有一个人 呃 人的那个icon 哎呦呦有看到他走过来了 OK OK 好我们来走走看哈 有没有跟着我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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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 然后点那个饼干人之后 就可以选follow 像我那边没有开麦克风 像你那边没有开麦克风 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像你的中间 你是不是有些follow谁 你先把它取消 因为我这边只能看到moo here 所以那个专客专客来帮忙一下 怎么看那时候看到一个moo here 好那像随便找一个人来follow都可以 这样没有关系 有有有 我们那个科长很厉害帮我follow上 好谢谢 好来吧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你就带大家走去阿珍商店 哎呦 哎呦 你来一边讲 你来一边讲 进来会先看到 动不了了 是我卡住了 是我卡住了 你走走过去 继续走 进来会有看到 很像被雪盖住的红色的树 另外一边还有没有被雪盖住的 这个小女孩会说要打电话给妈妈 进来的时候会看到一个长椅 然后还有一个紫色的树 这边是一些比较熟悉这里的人会来这边泡茶 里面这个是我 我后面会有放饮料的柜子 这个是大冰柜 这个是葡萄冰 这个是葡萄冰 这个是冷冻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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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放置冰的地方 后面 后面这些冰冷冻柜 是在放置完的冰的 谢谢大家 我这样玩 好谢谢Chris 拜拜 来谁要带我们去罗家古厕 哎不对 那个慕崇光咖啡 来 来吧 待会我们走过去 你要解说 你要说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要去哪里 我们现在要去慕崇光咖啡厅 然后外面这个人是我 这边是老板娘 然后这个是老板娘的妈妈 她说 你好 然后这边是 因为今天是老板娘的生日 所以会有很多蛋糕 然后那个蛋糕都是 发舞着的 然后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蛋糕 然后可以吃 然后就是很多蛋糕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古早的柜子啊 一些一些电视 还有那个古老的画作 带大家去看啊 那个你的古早的咖啡馆 那些你的藏宝盒 这个咖啡馆是传家之宝 然后这个小小的盒子是自己做的 然后那个咖啡馆也是 然后里面还有咖啡机 然后还有很多的蛋糕 可以随便吃 然后还有一些古老的画作 好就这样 好 谢谢Snooby 来那我们下一站 要去的是 罗加古厕 你来讲我帮你走好了 要不然你们会 有时候会卡住这样 可以吗 还是你自己带我们过去 你来走 来用键盘这边 在这边 你不是平常赛车都很厉害吗 我哪有在玩那个派车 他们在玩呢 好来走 带我们去过去 他们在玩 我不会用这个 给我们介绍你的罗加古厕 这个罗加古厕因为很久没来 所以都很多草 然后这个是我 然后这里有小猫小鸡 然后旁边这个是厕所 然后有一些树因为 很久了所以都倒了 然后这个是罗先生 这个是罗小姐 保险箱 然后这个保险箱里没有爆炸 然后这里有香蕉树 然后有树被砍掉了 然后很多小动物 然后这里有一个门 因为还是会有人来住 所以这个门有被换 讲完了 OK好 讲完了 OK 好谢谢Cindy 好了来吧 下一个我们要去哪里 去志成公园对不对 你是那个姜柄人 然后大家跟我们一边讲话 讲我们要去哪里 我现在要去志成公园 这个是我 然后这边有很多树 然后这边还有长椅 这边是我画的火车 这个是我画的看地方的站牌 然后这次我画的牛 这是带着牛的农夫 就是售票员 然后这边 这一条是铁柜 不要带他家迷路 OK 那边还有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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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都这样 好 谢谢 来我们要去最后一站 去我们的这个饮店 可以吗 我要走周边的 好给你走 好镜头又跑掉了 好镜头又跑掉了 这个是我 然后这个是柜台 然后这些就是 卡住了 没关系 呃 区域在哪里区 好走 然后这是柜子 里面有蛋糕还有饼 然后柜子上面有那个糖糖果盒 这个是花盆 然后这个是桌子 然后这些都是饼还有磅秤 然后 然后讲完了 谢谢大家 嗯 好 OK 好谢谢 谢谢余孟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小朋友们在佐证做的几个景点 哎 那个线上校长或科长或是其他朋友 讲话记得要开麦克风 阿爸我们没有听到声音 好 那个教授不小心我插话一下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小朋友好厉害 你们真的教的很好 因为看看我刚才很努力在那边打字 因为这个画面我不熟悉 我要找一个地方把我们小朋友的优秀打上去 结果打一打我就跟不上大家了 还是那个科长来救我 好不容易才让我跟上大家 对 那我看小朋友在那边导览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说 哇 老师的教法就是把孩子的创意交出来 那以后我们的佐证老街如果能够像这样子 像小朋友这么有创意的去发展的话 那以后我们的老街是真的很有希望的 那现在的线上版的我觉得 如果真的真的可以把它做成一套 像是游戏的那种软体 或是什么的话 那其实这个就可以直接挂上去某一些地方 然后把这个小朋友的作品 课程作品 变成一个佐证的线上导览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刚刚是 我有这个创意的发想 所以就说了一下话这样子 好 谢谢校长 我觉得那个 诶 我先回应一下 就是这个 Gatertown 这一个现在大家来逛的这个地方 你24小时都可以欢迎光临 就是他一直都在 然后我觉得这个这样有一个很棒的点是 我们随时可以有 比如说小朋友现在可能做完第一轮 之后如果需要有兴趣 或怎样 后续都可以继续增加 让这个元宇宙里面的东西越来越丰富 那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一个数位科技 可以做到以前比较难做到的事情 以前可能就做完一个东西就结束 现在是有一个东西在线上 然后大家可以一直不断的发展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最有趣的点 好啦 那我们小朋友你们辛苦啦 做完了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在场的 身份老师要不要帮我们 帮帮帮我们跟这个 线上的 还有现场的 帮我们做一些回馈跟总结 那他们需要看到我吗 有 那我就在这 在这 校长好 课长好 然后还有现场的佐政国小的老师 主任 总会主任跟同学们大家好 我觉得很棒 然后刚才同学在导览的时候 我也重新又游历了佐政一次 这样子 这些地方我都有去过 然后呢 我有看到同学做出来那些东西 都有 我觉得都 看到了 我也看到的事情 而且你们还看到更多 因为你们是当地的人 然后 我们去参观的时候 我们就只会看见一些 比方说 我在饼店 有跟饼店的老板聊天过很多次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注意到 他那个柜子里面的饼 然后还有 他聊天的时候 他会说哪些人会来这样子 然后饼店在一个很棒的地方 大家常常都会经过 然后都会看见 然后同学还把饼店里面 后面再做饼 然后会用到的这些秤啊什么的 都把它画出来 所以可以让还没有去 即便还没有去的人 如果进到这个元宇宙看了之后 就 就会事先有认识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记忆很深刻的是 罗加古厕 然后我也记得那个 放在外面的保险柜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放在外面 然后还有在外面的厕所 然后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怪 但是可能在佐证很多 所以大家没有觉得很怪 就是拿浴缸来种花 就是我发现在佐证很多 然后那个罗加古厕旁边好像也 所以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浴缸这样子 有吗 有其他有话 刚才没有说 有一个盆子 你是放在一个盆子 所以你们都有注意到这些 然后刚才伟奇老师讲的 就是你们可以 我觉得好像还可以放更多 那个人在旁边说 或者是那个 比方说刚才 有一项咖啡罐会说 我是好喝的咖啡豆啊 或是什么 可以放这些东西上去 那就可以让更多在元宇宙参观的人 他们就事先就会了解 所以等他真的到佐证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要去佐证看 这些很特别的东西 等到他们真正到佐证 就可以真正感受到 那个同学介绍的东西 然后就会对佐证有不一样的理解 就不会只是像一般规范课 只是走过去看看 看看而已 然后是吗 是无聊可能是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去佐证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去佐证的县 就是在佐证县地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那这些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他们向各位介绍 认识佐证更多之后 就在前面有准备的认识 才去到佐证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更棒 然后浙城做好的时候 其实我只有去过一次 我就很快绕圈 所以呢 这个对我是最新的 所以下一次我去浙城的时候 我就会更注意 那边有东西 然后那个慕崇光咖啡我从来没有去过 就他还没有变成慕崇光咖啡的时候 我有去过 所以现在对我来讲是全新的 所以下一次我去的时候 我也会有机会可以关注到那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同学做了很棒很棒的开始 然后我相信如果 我相信应该要继续 那继续的话后面我觉得五位同学就可以是助教 对不对 因为你们已经会了 学会了 然后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你们做助教的话 可以教会其他小朋友的时候 那你们就会更精进 有进步这样子 所以我很期待 不一定 不一定 一定是我们 陈大尔老师去开 但是有陈大尔老师带子 他还是比较有一些 可能会有更多数一些 所以我只要是会想做一些更有趣的活动 或者是我只要是可能会拉到其他的老师去 这样子 大家可以认识新的老师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讲 已经学过的同学 应该要当助教 这样子 你们会学更多 而且会让更多其他的小朋友一起 来做这个元宇宙 让更多人可以在还没到走症的时候 就认识走症 所以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棒的开始 谢谢维棋老师 谢谢孙芬老师 谢谢孙芬老师 好 谢谢 主任呢 主任也要不要帮我们做一个ending 感谢承招团队提供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希望就是我们下学期还可以携手共进新的课程 期待了 好 教授 我们下期再来一起做吧 我们就宣布今天的成果表就顺利完成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公所线上线 还有谢谢我们的家长 谢谢 我等一下 我们试着看有没有可能 线上跟现场的人 我们可以一起拍一张照片 这样子 我努力一下 等我一下下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如果你有镜头 帮忙帮我们把镜头打开 好不好 对 对 好啦 来 好 好 好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好 先上我们要准备拍咯 先上我们要准备拍咯 一 二 三 下一张 我们往右边 我们往右边 不能按照 我们按照 齐 好 我们上穴 我们下个照片 停 看 快来 我们下个照片 我们下个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